热锅上丰富的海鲜配料 在用大谷以及独家中药配方熬煮的清甜汤头里跳动着 沸腾后倒入汆烫过的河粉条 稍作摆饰 再加入提升美味的关键灵魂日本香菜 香气马上散开 这就是这家店的超人气招牌北越河粉 我是来个两三次觉得口味不错 所以我就回留一直来这边吃这样子 口味就是真的还蛮适合我们台湾的这样子 这个河粉又很QQQ的 配上这个它的青菜是那个九层塔香菜 这样子搭配起来味道很道地很和就对了啦 很好吃 河粉美食光是口味就多达七种 猪鸡牛肉与海鲜等大种口味外 还有烤肉河粉 烤肉河粉也是我从北越南来一个很特色的这个口味 就猪肉然后切小片 然后我拿这个香茅啊 香茅还有葱然后去挑衅它 我河粉就我没有放味精 你问它就是牛肉 鸡肉 猪肉 海鲜 烤肉是第一次 烤肉还有香茅的味道 业者说市面上的越南美食多以南越为主 他们家的则是主打北越口味 北越与南越的河粉差异在于口味的浓淡 南越河粉配料加得多 调味也比较重 甚至还会将虾酱加入汤中 相较之下 北越河粉的口味则是清淡许多 我们都特别都从越南去进口它的一些特殊的香料 跟它的河粉来进来台湾这边使用 然后再搭配这边台湾 因为很说许多外配新娘 也有在这边种植越南当地的一些香菜 所以我们跟它一些采购采购采买一些香菜 使用最新鲜的香菜来煮我们的一些料理 然后尽量呈现出越南它北越的那个传统的家乡口味的越南河粉 而北越的特色美食炸春卷 滋味更是一绝 内馅配料丰富 包有冬粉 木耳 红萝卜 香菜和肉蛋 酥炸起锅后搭配特制的蘸酱入口 多层次的口感让人一直爱上 它榨春卷 我就喜欢吃它这个刚上锅的那个热腾腾嘛 热热的嘛 沾这个甜甜辣辣的酱啊 很好吃啊 我是榨春卷的也是蛮特别的 我就放蛮多的料理 里面就是有木耳 有香菇 有冬粉 红萝卜 鸡蛋 还有很多的里面的料理 另外一道著名美食则是越式面包 有别于传统单一口味 业者还推出招牌面包以及韩式泡菜 烤肉 起司鸡肉面包与核单面包 满足顾客多元需求 老板娘陈四桂是越南人 嫁来台湾之后 有感于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便和先生吴志荣在屏东市新一路上 开启最佳故乡河粪 把家乡为带来屏东 一来车可以一姐同为台湾媳妇的新住民姐妹 四乡情愁 也能够推广家乡的传统美食和台湾民众分享 我感觉是我煮饭给人家吃 然后我很开心 后来我开店的话 姐妹来这边吃也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边一边吃一边可以跟她聊天 可以分享这边的台湾生活 然后客户如果台湾来这边的话 台湾人来这边的话 我是会推广越南的语言文化 我都是会分享给他们 越南料理的经典小吃在这都吃得到 陈四桂与先生用心经营 已经累积许多忠实顾客的支持 靠着口味相传 变成内行人的美食名单 评论新闻蔡理华为德卫采访报道